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网友分享了我们香港不同地方的情景 我见到亨利说我们心底不好 其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究竟我现在留在香港是香港的人 我当现在最热的Facebook是全港店铺倒闭 结业消息关注组 他们的心态是什麽呢 我先当留在香港的人 他们想香港是继续倒闭 很开心 我觉得是有人这样的 还是很可惜互通消息呢 那你自己想香港好还是不好呢 但现在就算是你想 他执也好不执也好 是不是你想就控制得到呢 这个就是我的一会讨论 但问题就是说 他们这个 我就不想用去 我觉得 我很老实的 我感觉到 在里面 即是有十九万多 可能现在超过二十万 我相信 OK 那些群组呢 包括有老板 有从业员 有香港人 我都找到 大家不同的看法 但是 当中是一定有 我认为 是有人有些幸灾乐祸的 但这个就很奇怪 你自己作为香港人 你怎会有幸灾乐祸呢 是吧 因为老实说 一定烧你的那一疊 不会烧不了你的那一疊 还是 你贯彻了 就是攬炒 就像超过所说的 你们远对抗 其实什麽都不重要的 重要就是 现在香港的处境 可以怎样呢 你留得在这里的人 说真的 除非你几亿身家 还未开头 或者几亿身家 或者终于一天都会搞不定 因为你这样下去的话 好了 我们先看看外游数字 都要看看 老实说 你问我 如果不是考虑到 好话不好听 刚刚过去 一会儿我都会讲 有一些 01 例如做了香港 最少10间结业店铺 一会儿你会看到 其实 因为有全港店铺 整个结业消息 的关注组之外 这个关注组 没有那麽厲害 但为何它这麽更新的呢 因为它有十几十万个会员 那些会员 可能在街上看到 长审那间 然后担散 跟人家做补衣服那间 做了47年 不做 那他都会布上去 喏 如果这样呢 因为 其实老实说 過去就是要是靠一些记者 比如我们 邮登堡 有人 有网友发过邮登堡 例如念一张东西 通知记者 或者记者在一些 在社交媒體就看到 再通過主流媒體 社交媒體的部分人真的未必知道 於是就廣為這個報導 但是現在你除了靠主流媒體的報導以外 譬如我們玩社交媒體 你自己也未必有那麼多朋友在那麼多不同的區域 有時候主流媒體整合過之後 你就更加會著意到、看到了 好了,事實上每一個區 去每一條街 我覺得其實開開執執就很平常 但是在這個區域這樣出來 我看到其實除了這個關柱組之外 這個關柱組除了這些人報導 他也都可能是 有一區譬如土瓜明論街 還未是會員來的 不過譬如星島日報報了 於是他就看到了 他又會放上去 就形成大家的感覺是很多店鋪倒閉了 我這個就是一個很學者的說法 即是倒閉也是一樣的 倒閉之後多久店鋪又回來了 這個另外一個 或者用多少錢 剛才我是一個很客觀的說法 是 即是我想說 即是我想說 我忘記說 其實正在扮人 即是我想扮一些學者 去為這個政府解話 於是形成了很多人的感覺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有一個人 事實上前常常常有人執入的 政府解話叫湯文亮 是 他說幾年前開了很多間店鋪 即是證明現在是太弱流強 即是差一點被人 他淘汰了 現在不是 現在屌你 是強的 你也是這樣執入 就是 這個問題解釋了 為什麼幾年前的經濟 可以容許這麼多新店鋪出現 為什麼幾年後不單止 不可以容許新店鋪 幾十年沒有店鋪 是吧 你要記住 就算沒有執入的 譬如我們之前講過 譬如一田 它的scale都小了 三田 下面一層一半 是沒有的 是 很多都 即是重新架構 很多都 即是減少人手 是 很多都是蝕住來做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你要加上人口結構的分佈 很多 是中產 你要加上經濟不好 是啊 以往 這些長假期實在有人走 是 一向有 那為什麼這幾次 走了之後 在本地消費這麼少 因為大家的經濟力就差了 其實呢 就說真的 你問我呢 是很綜合的因素的 第一 就真的走了一班 這個很核心的 真是四五十歲 帶上小朋友 這一班呢 在平時留在香港的時候呢 都真的 比較捨得花錢的 那這一班沒有了 其實一向長假都有人走 你說得對 但是有沒有走得這麼誇張呢 我覺得 好像 真的我感覺 是沒有這麼誇張的 為什麼呢 平時我放假的話呢 我抱的地區 其實就不是什麼遊客區 那 就不會特別說 多很多遊客 在我們那個區分 即是我抱的地方出入的 但是都未至於呢 就好像我早兩天買菜啊 我直接一輛車 開到大埔街市 停都不用停 排隊都不用排 以往呢 例如星期六日呢 你基本上 都不是說要排很久 你開車你都要排 輪著入停車場 嘩 直入 嘩 吸出來 嘩 空氣清新啊 你感覺到人很少啊 回復 好像七十年代呢 我小時候那樣的 好像有些清涼 明明這幾天都很熱的 你有沒有去星期五 去逼上水啊 沒有 我無端端去上水啊 你出的人 又是這麼多 或者多了 但是呢 來的人少了 然後來的人又差了 是 消費無所之間 消費無所之間 那些後話 那些都後話了 好了 你的而且確呢 我覺得那個消費 除了 最重要的樣東西 就是經濟差 你問我呢 我昨天跟大埔街坊 那些前天跟那些餐廳聊天 他們都是打著問都不信的 就算我頂不信 就是他們這樣說 軟記也說了 我頂不信倒閉 就是我不想上去倒閉 我都不忍信 這個可以 就是long last的 這樣 我也覺得是 這樣回大陸 你問我 我也覺得是 大哥你真是不累的 但問題是 當我看完一個一個一個的跡象之後 包括我一會兒都會說 大家有沒有發覺 現在有很多 根本都無謂的post 真是 那些人又說 什麽什麽去吃海鮮 又多少錢 吃碗麵又多少錢 那些無謂post 又有這麽多人附和 有這麽多報紙去登 就是我覺得 是不是有人想踩到香港兩腳 於是乎令到 更加多港人上去消費 從而拉低兩方面的經濟 就是 我就不覺得 有這麽高 有這麽深謀怨慮 現在很簡單 就是 最有實力的那些人走了 留香港那些人是否沒有實力 不是 但經濟差了 實力就低了 是的 經濟差了 消費力 你好 你兩位 不要說個別那些 沒有影響的 用來用來用去面那些 香港大部份 其實人口很重要的那件事 就是那個 心中富有 即是說得很奇怪 心中富有 譬如 份工 不用擔心 那些投資 到最後 按年低增幾個巴仙 那些樓價又升的 你心中富有 其實那份工 都是打那份 兩萬百分工 但是你便手鬆 好了 手頭不鬆 出到有些商場 冷冷清清 消費氣氛又沒有 就沒有了 尤其是真的 講那個氣氛 你看到 屌你老母 放出來實時圖片 屌到旺角八點鐘那條街 屌你老母 摘衣衣 看一看酒樓 這些我又試過 有些街坊酒樓 好些 如果你知道尖沙咀 晚上上去吃飯 八點零九點鐘 只有三台客 你真是搖底 但是尖沙咀 一向有些商場都教 I Square 那些 都是差 現在更差 那些一向都不是好 但是就未至於 真的只有三幾張照 那些真的拍到這些相 是啊 那些才能拍到 你反而街坊酒樓 你衰到怎樣都有一半客 你譬如說 大埔 你不會那麼恐怖 是吧 那當然 譬如I Square上面那些酒街 如果有飲宴當然好 但是 其實疫情之後 連飲宴的習慣都改了 我越來越多朋友 不要說上次SOHO 其實很多現在都是搞下午 連生日演都搞下午 有些 那你變了 大家習慣了 好了 我們先看看 不是全部衰的 今天 昨天 東營油的執行董事 老圈 阿圈國全 就說 不是 報團人數整體上升三倍 日本就升一成對比去年 東南歐洲團升一倍 因為去年可能未開軍 就是剛剛四個車 大陸團就升幅最大 所有路線整體升三倍 你可以去的 你可以去的 我忘記了拿回鄉證 OK 大陸真的 如果我們一去到 第一站 上次我們是說雲南第一條路線 二十五個族 是不是 二十五個族 你想想 不要說二十五個族 只是雲南二十五個小族 你說全個偉大的祖國 真是皮不南輕 我跟你說 是啊 有五十幾個小數民族 嘩 你這麼多地 不是 我這麼多地方要去 走到腳軟 是啊 真的走到腳軟 大佬 好了 阿圈國全說 大陸團的升幅 不只是大灣區 因為高貼運力較強 而且全年收費劃一 不會因為旺季令到增加成本 所以很多人去大陸旅行 都獨留幾天 我跟大家說 其實呢 今天星期二 明天星期三 都是有人拿了假 因為拿了這兩天假 明天就清明 拿了星期五 拿了星期五 就自製了十天假 十一天假 OK 好了 那 至於團費方面 它說由於機票較去年下降 所以團費都回落了 那 今年復活節 譬如去韓國和泰國 獲得六千至一萬元 但是去年 九千至一萬元 剛剛開關 它說 綜然是這樣 OK 旅行團 和自由行比 哇 你真是 你不能夠想像 原來 都是九比一 即是九個自由行 就是一個旅行團 去旅行團 應該去年 爆了三倍 嗯 再將旅行團的人數 乘了 乘九 才是夠自由行的人數 然後兩套數 加起來 那你大概可以得到 多又沒有 百多萬人出去了 我們根據入境數字 過去三天 二十九 三十三十一 即一號 那些人開始準備回來 證出 就是 三十九萬人次 出境是一百八十六萬多 那當然 入境一百四十幾萬多 當然不是說 全部大陸 即是進來旅行 一百八十六萬多 我亦都不排除 可能有 超過一半 或更加多 那些人即日來回都不定 嗯 OK 好了 但是 淨流出 講淨流出 都是三十九萬人次 這裡沒有計算 當中 港人出境 一百五十一萬 哦 計算到了 一百五十一萬 入境是一百四萬 那一百四十七萬 淨入境呢 即是說 經過入境處的數字 是大約三十萬人淨入境 正入境呢 有六路 有飛機 那你是大約一幕 三十萬人入境 即是正入境 是 你淨不出境 是一百五十一萬 即是五倍 是 以前的 以前 你可能出境出了二百萬 你都來一百九十幾萬 有時候 來的數多過 出境 可能雷紀二百一 這樣便大問題了 好了 好了,餐飲業協會會長王家和就說, 他說,我們不要說細數了,大約輸四成, 就是餐飲業在這個服務市場間, 他們開頭的expect,怎麼都平去年吧, 誰知是被去年跌四成,去年開了一關, 開始有人出去,是被去年跌四成, 他說政府應該要有些措施, 幫一下餐飲業,幫甚麼呢? 再給補田,一早叫你派消費券,又不肯派, 你再給補田,好了,至於田北辰就說, 喂,不要說他們的餐飲業,我們零售業, 我自己的店舖,如果田北辰就是G2000, 都跌成半,對比去年,跌成半, 那他說,喂,現在不fair, 為甚麼呢?香港人就沒有染雞龍,說走就走, 但是大陸一千多行呢,反而就很多限制, 因為上面各省市,田北辰說, 都有他們的經濟考量,放上來消費, 喂,這樣,我們就大量網,他們要交數, 所以他就放了考量, 好了,這樣是不fair,大家都沒有限制, 之前多了,西安青島有沒有幫助? 我這樣說,現在的政治形勢, 我們就不覺得你可以有這個壓力, 叫上面,即是無限方向來, 那又可不可以你限制別人上去呢? 叫你收這些陸陸離境稅的人? 另一件事不要做,就陸陸離境稅, 二百元,是吧? 你想想,我們這個假期,即是二百多萬人次, 就算是四億了, 他出境嘛, 就四億了, 不要這樣就四億了, 喂,老實說,你說有些人不去, 那流行消費吧, 就算你不收二百元,他太多了, 二十元也好, 二十元不行,二十元真的不好, 行政費用也不夠, 就二百,或者一百, 五十也好, 好了,為什麼呢? 你真是要做些措施的, 於是他要付出些代價, 但這件事是不會做的, 因為政治不正確, 好了,老實說, 不知道羅景還是鄭慶, 無端端這個全港什麼什麼倒閉, 關注組織爆了, 我想現在可能三十萬, 你說他算不算是唱衰香港呢? 那我的條題都這樣寫, 他當然不是唱衰,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聽我們的節目, 這麼多人一定會聽我們的節目, 因為他是擺事實而已, 他不會說你還沒倒閉, 就說你倒閉, 那些是唱衰香港, 你擺事實是倒閉, 花園我不知說哪間, 黃港又倒閉, 又倒閉, 三和無形都倒閉, 是呀, 然後有一隻什麼, 有一些, 即是我們一時說不到後邊的, 蘇馬蘇馬, 我知道那些是尖沙咀, 那間, 老實說, 我見到有些在那個group裡面, 其實我認為是有些難為, 難為香港做生意的人, 他們說, 其實只要你們的環境不斷罵, 他們為什麼要上去上面消費, 其實你上去上面消費, 就上去上面消費, 沒有問題的, 真的沒有問題, 我真心說都沒有問題, 很多人經常罵, 罵的人上去上面消費, 我認為水向低流, 這個是必然的經濟形象, 你生氣, 也生氣不了, 到很多日後, 全港的店舖全部收拾, 每個人都沒有問題, 那就共業了, 你有得遠誰, 對吧, 但是在現在來說, 譬如你認為, 上面吃好些的, 便宜些的, 便宜些的, 那他上去, 這個人也不知常情, 你想想, 那些人是搞, 是連超市街市都不正常, 是的, 這個人也不知常情, 即是你水向低流, 大哥, 我銀包只有10元, 那是經濟理論, 即是在上面消費, 它比較低一點, 你看, 很多時候, 我們說要留港見港, 都真的要說你的荷包, 你的荷包, 譬如你現在, 我吃這頓飯, 400元, 我吃得起, 我就可以這麼大聲說, 現在那些人, 你想想, 真是有些, 真是上去一堆堆賣的, 真是連消費用品, 但是, 譬如說, 我看到一些網友這樣寫, 環境OK, 食物服務fair, 我都不是要你好好, 價錢合理的, 你有沒有生意, 你怪我們上去好, 其實這個說法, 好像, 你作為一個客人, 這樣選擇, 因為交通便利, 是合理的, 但是, 有時候, 我不是說要爭做生意的人, 你說到那幾樣東西, 其實說得很簡單的, 如果你想, 環境OK, 食物服務OK, 價錢合理, 你就會留在那裡幫忙, 你如果這幾樣東西能夠平衡, 不要說拿諾貝爾獎, 你就肯, 你已經會成為一個, 好能成功的商人, 要平衡這幾樣東西, 是幾萬, 環境OK, 要寬敞一些, 去租金貴, 食物OK, 食材成本又貴, 現在食材成本很貴, 好能貴的, 好能貴的, 服務OK, 人工又貴, 而且現在一切慘, 好能奇怪, 是請不到人, 於是, 那些服務員, 好能是, 那個老闆都不夠膽, 動他, 這個情形不是現在, 是有一兩年了, 結合了, 接著你們又離港消費, 新的習慣改變, 其實有很多現在, 我跟大家說, 修皮的餐廳食肆, 他未必一定是在飲, 即是未必一定是吃到入獄, 不一定, 是看到前景, 這樣下去, 搞不定, 你想想過去幾年, 在疫情底下, 他都頂, 真是有個希望, 搞不定, 似乎這些人, 還有一兩年, 會上去玩, 我又這麼難請人, 又受些火記器, 業主租金, 其實不是全部不敢, 有些肯減, 大哥, 其實租金真的不怕貴, 我跟大家說, 即是做生日夜人, 他租金貴, 他就賣貴一些, 都是這麼低的服務, 但因為經濟好, 如果有一撮人仍然在那裏, 廢人事, 廢人事煩了, 這麼煩了, 坐車上去, 貴一些就貴一些, 經濟好, 他都可以養得住, 但現在, 你們的經濟很低, 我都只怕, 那些人說, 上去上了幾多次, 我只怕那些人習慣了, 我突然要過關, 不是一回事, 這個就最慘了, 這個就最慘了, 就是我從上水走去, 旺角差不多的時候, 那些人真的習慣了, 回不到轉頭, 就是越來越多, 但問題是這樣, 深圳的店頭商場, 真的越來越多, 我這麼久沒有上去, 但我總是覺得, 過了過關, 即使上海過羅湖, 其實很近的, 你現在問上水的人, 上水的人出來, 尖沙咀, 還是回羅湖, 當然是回羅湖,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過羅湖是會疲一點的, 現在可能未必是, Anson, 我給你講不講, 那個關是會疲一點的, 但是我認識一些, 不少北區的那些朋友, 他們習慣了, 就真的覺得, 是出九龍更累一點, OK, 唉, 都是大領樂的, 好了, Anyway, 就是, 我又覺得, 就是, 有時候很難的, 就是政局的變化, 大時代的變化, 加上, 這個政府團結不到香港人, 這個是重點來的, 團結不到香港人, 現在就日日, 好話不好聽, 你又不敢收這個, 什麼啦, 就是那個, 警罪, 那好幾年前, 經常說那些, 喂, 大陸的東西有毒, 又說什麼, 孔雀石陸, 現在你覺不覺得很少人播, 這些片以前經常有的, 這些YouTube, 現在正在吃緊的, 已經是, 為什麼不播呢, 有都假裝看不到, 還是直接怕那23條呢, 我想兩樣都有些, 是, 還是, 如果他們專門不播呢, 就是, 現在就日日, 我們看到, 不斷唱衰香港的新聞, 所謂的, 吹探風的, 就很多, 那你說, 我剛才說過, 是不是有心去做呢, 有一天, 那我覺得是值得懷疑, 但是我覺得沒那麼高的, 好了, Milliam說, 他認識的朋友, 北區的人, 都說出九龍遠一點, 我也是, 那時候, 是嗎, 我不是住在北區就, 不是, 那個正式的車程, 那個distance, 路距離當然遠一點, 但是你不用過關, 不知道為什麼過關很遠, 可能去到我們大埔, 沙田那些, 和你感覺更遠一點, 就是北區人, 不是, 但是我這樣說, 你現在最閉上面, 加上那些過關, 當然, 你說上去星期六, 那個什麼, 在柴灣那個審問, 很離譜, 我真是想, 很過分, 我真是不想屌尺人, 今時今日, 喂,大哥, 有什麼過不過分, 那你又上去玩, 人又上去玩, 多人就排隊了, 你說人家過分, 那你不過分, 我現在走了, 那你沒有份的, 我真的被他吹鬧帳, OK, 好了, 那現在, 如果你說過關, 譬如說人員識別越來越快, 又或者, 他遲些連那條橋, 都不用你這樣走, 一地兩檢, 一地兩檢, 他依靠那個什麼識別, 就是那個什麼, 移動之快不快呢? 以前, 如果不是要多人得很緊, 其實都很快, 說以前, 十年前都很快, 你放一張卡下去, 就已經過了, 已經, 是吧, 我想, 如果我拿回鄉卡回去的時候, 我想我也會有緊張, 為什麼放一張卡進去呢? 就是, 如果, 咦, 我當然是走那些衣道, 那些什麼的, 咦, 請向, 什麼東西, 走過去, 突然放一張卡進去, 你知道, 他那個好像, 他那個是不是二叔公那樣, 不是喔, 他不是高一點的, 你看一下你, 你看一下那個高, 嗯, 真的都很害怕的, 那種心態就在香港, 很壓抑, 你說什麼, 哪裡啊? 香港很壓抑, 是啊, 是這個問題, 一上去, 是啊, 是啊, 嘩, 上去那些人什麼都可以說, 做大爺喔, 我不要說做大爺, 是什麼都可以說喔, 哀哩巴拉喔, 黑衣黑褲王口罩都可以喔, 你就是在香港, 是吧, 喂, 大哥, 當然不同了, 好了, 垃圾徵費, 今天試行, 那就先試一下吧, 那麼, 他那個試點, 原來, 喂, 有些練, 深水埗的唐柳, 深水埗的唐柳, 街坊就說, 嘩, 你不要用得更多那袋, 那麼, 這個情形, 不只是他出現, 我發覺酒樓都出現, 為什麼呢, 實質, 昨天開始, 他們都是後的, 但是, 因為他怕捕穿那個袋, 因為, 有些, 其他, 像魚骨那些, 那麼, 魚骨又算不算是廚, 我真的不知道, 於是, 他們會用一個小袋, 帶著他, 才放到一個大袋, 反而是用多了袋, 但是, 也都有, 我見到有些商戶, 譬如賣菜那些, 都認為是好的, 還有一些餐廳, 好在什麼呢, 因為, 不要算生意難做, 因為他們以前, 是廚餘和垃圾, 倒在一堆, 現在, 就因為要分開, 所以, 他覺得, 都可能, 如果有廚餘回收, 可能是會環保一點, 但是, 錢呢, 就一定用多了, 因為你要買多個小袋, 或者有人分, 那, 有些食客, 茶樓的食客, 在大埔廣場, 新大廣場, 我當然很熟悉, 他說, 沒有什麼所謂, 接受, 可以不接受嗎, 他預計自己家裏, 不會丟少些垃圾, 最多就給錢, 要丟就丟, 一百幾十, 走不掉的, 那問他, 你這樣心裏面, 我提議這樣心裏面, 接不接受垃圾清廢呢, 他就說, 這樣啊, 在這個時勢, 這樣的經濟環境, 就不太適合, 這些真是, 真是最一般的小市民聲音, 那究竟垃圾清廢呢, 這個現在四月試行, 現在八月行, 我看看你怎樣行不行到, 一定沒得行, 休息一會,